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既担心又期待两人分分钟会掐架 就连主持人谢娜也以吃瓜群众的姿态 将感兴趣和还能这样写在脸上 而余文文性格太拽 连娜英和宁静也感对 同样是让人有些意外 还有一部分姐姐的技能 让观众眼前一亮 比如演员王子玄 七夕和吴景言的舞蹈功底 竟然是如此出众 完全不逊色于专业的舞者 而张天爱的女团舞 也是跳得像模像样 加上完美的身材管理 同样是节目一开场 就惊艳了观众 然而要说 首期节目后失火的嘉宾 必然是出场 介绍自己39点多岁的王兴灵 从首期节目的镜头来看 王兴灵几乎被节目忽略 镜头少得可怜 但即便如此 她依然在全网上屏 热搜不断 甚至有不少观众开始考古 她过去的视频和影像资料 不得不说 曾经的甜心教主的确不许吹出来的 王兴灵在节目中一亮相 无数8090后的回忆杀袭来 加上她选择的首演舞台歌曲是 爱你 唱跳水准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王兴灵还选择了观众最熟悉的造型 高麻味 斜刘海 加学院风的服饰搭配 托托的甜美无疑了 王兴灵的这身打扮 掩盖了她的好身材 但却显露出了满满的少女感 其他三十家的姐姐 即便是被称为神眼的阿娇等人 也是看起来十分成熟 即便是年纪相对较小的王子玄等 也是更为成熟的郁姐范 只有王兴灵依然像个小女生一般 然而拥有如此完美状态的王兴灵 如今已经39岁了 不过当爱你这首歌一出 王兴灵的舞台瞬间就在观众的心中疯神了 话题阅读数次 讨论次数 视频播放量逐渐走高 即便节目已经播出了五天时间 王兴灵仍旧热搜话题不断 这样的数据在综艺节目中的确少见 即便是网机浪姐的姐姐们 也达不到这样的火爆程度 热搜总榜 文娱榜被王兴灵霸榜 由于在节目中的镜头太少 哪怕是备彩环节都上了热搜 这种现象级的出现来得太过突然 以至于一部分网友回复 作为粉丝的我们只是老了 王兴灵爆火时推出了不少筷子人口的歌曲 本来就有着很高的长长度 如今节目获爆后 她的歌曲再一次掀起了一波热潮 每一首歌的新增热力值都十分可观 排在前列的则是最热门的 爱你 睫毛弯弯 彩虹的微笑等歌曲 在节目播出之后 王兴灵在音乐播放平台的全站排名 直接飙升到第一位 可以说粉丝们实在是太给力了 一部分年轻观众在看过王兴灵的出舞台之后 也被她圈粉 这位人到中年的姐姐 如同吃了防腐剂一般 80后 90后的粉丝成了中年人 但她偏偏还是少年的模样 王兴灵的火爆让浪姐三的热度飙升 但同时也使得节目受到了不少争议 彻底扯下了综艺节目的遮羞布 实际上无论是浪姐或是批哥 都能够直观地看出 节目组力捧的嘉宾究竟是谁 包括最终成团的嘉宾 回顾前期节目中的镜头数量 也是并非无迹可寻 尤其是在前两季中 资历最深的纳英和宁静 顺利成团并拿下冠军 在节目的司马昭之星人尽皆知 这一季节目力捧的嘉宾更是十分显然 镜头分配数量差别极大 此次爆火的王兴灵首演舞台呈现得十分草率 不仅不是完整的 就连表演完之后 和两位学姐以及主持人的交流也都被剪辑掉 直接让下一位姐姐上台 而在呈现姐姐们 在宿舍生活中的镜头时 也是给观众留下了一个王兴灵洗碗的背影 但即便如此 王兴灵洗碗的话题依然登上热搜 不少观众也意识到了这一届浪姐三的后子不必 使得一部分观众讽刺节目组 让王兴灵变成了洗碗天后 在节目播出之后 芒果台恐怕怎么也没想到王兴灵会出圈 如果不是粉丝们的力碰 王兴灵很有可能成为第一季的节目的炮灰 反观这一期节目 给出镜头相对较多的姐姐是哪应 宁静这两位资历较深的艺人 不但开场 安排了两人单独对话的镜头 之后两人即便没有登台表演 也有镜头频繁地扫到他们 甚至直接可以取代主持人的作用了 同样被节目力捧的 还有余文文和郑秀妍 余文文虽然性格太窄而遭到争议 但她的走向很有可能 与皮革中的林志娟一样 前期讨人险 但后续会逐渐为其洗白 而从前期 余文文接受采访时提到 第一季和第二季都曾经邀请她 但都被她拒绝 第三季依旧向她发出邀请 就能够看出节目组对余文文的重视 因此姐姐们上台表演时 镜头会频繁扫到余文文 也是将完整的舞台呈现给了观众 即便是姐姐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 余文文也成为了焦点 而正义对于艺人来说 有时候也是热度 浪姐三捧余文文的心太直接 包括郑秀妍 明明是韩国艺人 但无论是在前期放出的MV 或者是后续的镜头 都把她放在了主体的位置上 事实证明 综艺节目想要按照剧本 引导观众的思维 助推一部分姐姐出圈 很有可能陷入强捧不红的魔圈 郑秀妍就是点心 当寒流用上滑流 王兴玲的粉丝让浪姐三 看清了究竟谁的粉丝群体 是最庞大的 观众真正喜欢的姐姐又是谁 单单从镜头多寡来看 王兴玲的确不占优势 但并不影响 她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就掀起了一波回忆沙 并豁出了圈 这才是对节目组最直接的打脸 这才是对节目组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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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